好,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要继续来读路加福音 今天我们要读第七章的十一节 十一节到十七节 拿音城的这个寡妇的故事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它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音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将进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受病 主看见那寡妇就与他 说不要读路 于是进前按着杠 抬杠的人就站住了 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那使人就坐起来 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神 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这四个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 神眷顾他的百姓 弟兄姐妹,感谢神 你知道神常常眷顾那些有需要的人 虽然人当中许多人在一起 每一个人只要你是有需要 你是有一个 你是有很大的渴望神帮助你的人 上帝一定不会漏掉你 我们看见哪一层 哪一层的人 从城里面出来一对 那这一对的人是一个寡妇 她在为她的送病 为她的儿子送病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悲戚的队伍 你知道对于一个寡妇来讲 她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孤苦的事 在旧约的时代 你知道神特别讲到说 她是孤儿的父做寡妇的神 为什么圣经特别要提到这两人 因为这两种人是在人群当中 是最无助 最需要帮助 最需要保护的两种人 你知道在那个时代 一个女人 她小的时候就靠父亲 那她结婚了以后 她嫁了以后 她就靠丈夫 所以没有父亲是成为孤儿 那是就变成无依无靠 那一样一个女人 如果她的丈夫使得成为寡妇 她也是会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人 那弟兄姐妹 这对一个寡妇来讲 是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 那现在 我想这个寡妇 寒心如苦 寒心的把这个孩子 这个拉拔长大 现在这个孩子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而这个孩子竟然是 所以对她来讲 最后的一线希望 也完全的绝望 完全的绝望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耶稣在这个时候遇见她 耶稣带着一群的人 她的门徒 还有一群跟随耶稣的人 一起就在这个地方遇见了 遇见了这个伤心的队伍 我们看见 耶稣有她自己要做 很多的事情要做 可是耶稣的眼睛 耶稣的心 永远不会忘记 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耶稣就主动的到她的面前 对她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看见那个寡妇就怜悯她 对她说 不要哭 不要哭 弟兄姐妹 我想她旁边也一群的人 也对这个寡妇 充满着怜悯的心 如果是我在当中 我也会告诉她说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但是可以就这样 不要哭就可以安慰她吗 谁能够安慰这样子的人呢 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对夫妇 她的儿子就是 儿子才好像 小学 在一个意外的世界里面 就死了 在那个安息聚会 结束的时候 那个棺木就要被放到 那个墓穴里面去 这个爸爸妈妈 这个父亲呢 就抓着牧师的手 就跟牧师讲说 就这样吗 就这样就结束了吗 就这样子了吗 他没有办法 接受 他的儿子 现在就是 就这样埋下去 以后 从此以后 就没有了 弟兄姐妹 我记得 那个牧师 真的不知道 怎么安慰这个父亲 就握着他的手 我记得那个牧师 他就说 他就对他说 他说 我知道 你的伤心 但是请你记得 耶稣说 生命在我 复活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弟兄姐妹 我永远记得 这一句话 充满的能力 充满的盼望 让这个 这个伤心欲绝的父亲 他可以接受 最后 他就把儿子放手 让他安葬 在那个地方 弟兄姐妹 感谢主 那一天 耶稣也是这样 他不是只有说 你不要哭 而耶稣有能力 叫这个人 这个孩子 从死里面 复活 他的手 就按着 那个抬杠的人 那抬杠的人 就停住 他就吩咐 这个少年说 我吩咐你起来 弟兄姐妹 你看见 那一天发生 怎么样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一个完全 绝望的一个队伍 现在看见这个孩子 从死里面复活 耶稣把一个活的孩子 还给了这个 这个 伤心欲绝的 这个妈妈 再跟哀妻 一扫而空 弟兄姐妹 感谢神 耶稣 就是世上 世上的真光 是不是 我们在黑暗里面 现在我们看见 曙光在我们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们有主 我们就不用害怕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会有 很多的事情 好像是没有办法 避免 甚至也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有主 耶稣基督 他是叫死人 复活的神 他也是叫 死无 变我有的神 他可以解决 我们所有的问题 别忘记 耶稣的心 永远贴近 那些需要的人 永远贴近 那些伤心的人 所以 你不要担心说 我的祷告 上帝有没有确定 上帝纪念 每一个最 最伪想的 最隐秘的 一个叹息 上帝 体续 我们的软弱 上帝的慈爱 怜悯的心肠 永远跟随着 那些需要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上帝可以化 所有一切的悲哀 变成喜乐 你看见那一天 那一个伤心的队伍 回城的时候 他们不再是这样子 他们回城的时候 是带着多大的喜乐 上帝 有大先知 他说神 倦佑了 他的百姓 上帝祝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 这些的故事 很重要的发生 这些事情 为什么记载 就告诉你 神爱你 神连续你 神体贴你 神知道你所有的需要 所以流泪 就流泪到主的面前 你不要期待 从人那边 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记得 只有耶稣基督 能够真正的让你 擦干你所有的眼泪 即便你流了眼泪 你也不要觉得你白流 因为圣经说 上耶稣 他要用一个瓶子 把你的眼泪 都装在皮带里 意思就是说 他在乎 他在意 你所流的 每一滴的眼泪 别人可能 不看在眼里 别人可能 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 记得 上帝 爱你 上帝 体恤你 当你 觉得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别忘记 他就是你的盘望 他就是你的力量 在你最没有办法的时候 记得 感谢主 当我们走到尽头 有一句话说 神就是他的起头 感谢主 神与你同在 连一个寡妇 他都纪念 何况是你 记得 你是神的儿子 圣经不断不断地告诉 你是神所爱的 上帝劝顾你 上帝祝福你 但愿今天 你可以经历 上帝的体绪 上帝的连续 耶稣基督的爱 在你的里面 上帝祝福你 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